来看一下谁想要找你谈恋爱呢 已经认识了 是否需要你主动呢 所以认不认识呢 来我也选一下 看哪一个倒霉鬼要跟我一样 我选这一个 那我们就开始节拍咯 如果要想的人就自己按暂停吧 第一组牌卡呢 跟我选一样选蜻蜓的人呢 会以为这一段感情是一个蜻蜓点水吗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先来看一下蜻蜓呢 它故事哦 今天的蜻蜓的故事是一个红蜻蜓的传说 最主要的是蜻蜓呢 其实在原始的时候 很多的地方都觉得 他们是一种恶魔的能量哦 但是呢 这一个神话呢 是在布基纳法所 所以蜻蜓在很久以前呢 它曾经救过被恶魔追逐的小孩 然后把他平安送回家哦 最主要的是什么 曾经有一个就是强盗 然后闯入了 就是这一个 古时候他们这一个地方 想要偷那个神圣的宝物 可是在逃脱的时候 他没有留意到他的脚下 有一只小蜻蜓 他就踩死他了 听说呢 这一只蜻蜓呢 就换换成红色的蜻蜓 所以就是历鬼的意思 因为你也知道 就是早上出了事啊 古代的时候 就是万一 你含冤的话 你就会变成红色的 那相对于之下呢 当地的民众 就是怎样 就知道了说 这个蜻蜓嘛 那蜻蜓换换成红蜻蜓 他就跑去跟这个居民 告诉他说是这一位盗贼哦 所以呢 就得到了追捕 所以红蜻蜓反而在 布基因那法所的这一个地方 他是一个守护神哦 甚至有一些传说说 只要小孩子失踪的时候呢 红蜻蜓会出现 然后会指引方向 指引他们找到小孩子 所以呢 蜻蜓代表的是保护跟安全 所以啊 你所未来会出现的 跟你恋爱的这一个人呢 他是会保护你 甚至给予你安全感的人哦 所以呢 不要听有其他的说什么 蜻蜓点水啊 是一个花花公子 希望是不是啊 最主要是希望这一个 蜻蜓选到这个人的 我们希望来跟你恋爱 那个人是来保护你的 好呢 那我们就要开始进行 下面的解牌 请问一下呢 就是呢 到底呢 谁来想要找你谈恋爱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特征 他的个性 然后看看有没有他的外貌 最后面再看你是不是已经认识了呢 来看一下哦 你所想的这一个人的外貌是如何呢 好 哇 完了 又是一个花花公子 圣杯其四 跟我选到同一组牌卡的 我想应该是都 蛮多帅哥美女 喜欢你们的吧 然后通常都是渣男 海女是不是 他非常的懂得谈恋爱 而且相对于之下 你看他手拿着玫瑰花 帅不帅 哦 对 是喜欢你们的就是帅哥美女 他很懂得制造浪漫 甚至他很懂得如何的去进攻你的内心 他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 然后他很娟头 如果他是一个男生的话 相对于他就是 白白啊 然后 瘦瘦的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肥宅 然后好不好 他相对于之下 他的外貌 然后会给人家感觉是温柔体贴的啊 然后相对于之下 就是他说话的谈吐是很gentle的 他不会说什么热色话 然后也不会太过于直接哦 他很属于的是那一种 我们说的强调心灵方面 所以他想要跟你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他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知觉力很强哦 那通常这一种的星盘啊 都会跟你说 他想象力很强 然后又柔情是水 所以水相能量的人会比较强 那相对于双鱼座 狙蟹座 都是姐姐不太愿意碰的星座 就是他心盘里面有狙蟹座 双鱼座的能量会非常的强 甚至还有双子座 因为人言善荡 然后很等的花言 巧语 还有天成座 这都是我的 我的地雷 虽然我是这些心盘的杀手 但是跟这种心盘的谈恋爱 常常的心灵上会感觉到喜悦跟快乐 但是身心灵上面呢 他们要嘛就是非常的黏能 所以就代表来追你的人 他一开始呢 他会非常的黏你 因为这些心盘的人 他爱你 他一定要黏着你 他不可能 不可能放任你 如果说这些心盘的人 他有放任你 还在追求你 对 他就是一个渣男跟海女 他是一个花心的人 因为他所拥有的对象 不止你一个哦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一个能量呢 就是告诉于说 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呢 他是怎样的能量 有没有突然间 眼里冒出那些特征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呢 到底呢 他是不是你认识的人 那我们再多一点点的能量啦 因为毕竟圣杯其实是会有选择 所以他的选择当然就不会是你啦 所以你身边最花心的那一个人 然后感觉 妹子或者是异性也很好的那一个人 就是他了 那不用紧张 因为他的个性是很温和的 你们两个人不会有激烈的吵架 所以他讲话是很温柔体贴的哦 所以他虽然有一点点嘴见 可是他跟你之间见你的关系是舒服的 他有一种特征 就是他跟所有人都不会交二 所以他的朋友圈 等于是我们说异性缘跟同性缘 都是很好的哦 有没有觉得是谁呢 好不好 好那我们再往下抽哦 他还有没有什么特征 嗯 诚心从一段心碎中走出来 最可怕就是这一种了 我才不想要遇到这种 又要当别人的心灵疗愈师了啦 所以就是跟我选到一样牌卡的人 我只能说你们真的很厉害 总是选到了一种就是 曾经就是伤心过 然后从 等于是他今天来找你 是因为他想要跟你的感情 从一个什么 从一个心碎中走出来 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他曾经有过于情伤 他正走出来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离过婚啊 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惨痛的经验啊 然后更 刚从女朋友分手 或者是他有一个特征说 我跟你说 我跟一个人来往哦 我的内心一直很封闭 我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人哦 那因为他的伤口已经该痊愈 可是他还是沉溺在悲伤里面 甚至想刚才说的那些星座 都有这个吉祥 来巨蟹啊双语啊 曾经在以前的创伤中 对于旧爱没有办法释怀 甚至偶尔跟你聊天 聊得很开心很逗趣 突然间人就消失了 对 他就沉溺在他的悲伤里面哦 他的不安全感非常的重 所以你跟这一个人交往 是他想要透过于 你走出伤心的能量 让他的宝剑 从心中里面给松落哦 所以呢 他很明显的是 刚走出一段情伤 那这情伤可能是要由你来疗愈 但也有可能 他自己已经差不多该疗愈 但他偶尔会产生一些痛苦哦 好不好 所以这个人偶尔会躲起来啦 那看起来外表会比较没有精神 然后虽然他可能 我说他是帅哥美女 可是他外表稍微有点凌乱 所以就是 有一点没有振作力的感觉 好不好 好 这蛮明显的有给你们特征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卡 曾经你们就认识是一个旧爱回归 登登 谁要跟旧爱来往啊 呵呵 旧爱已经回来很多次了吧 对不对 好啦 恭喜于你们 你们 想要来找你恋爱的人是前任 真的是摆脱不了前任的阴影 好恐怖哦 谁跟我一样啊 老是这种旧爱挥之不去的能量 来 旧爱呢 想要回来跟你谈恋爱 那已经认识了吗 对不起 你们已经认识了哦 好 好不好 所以这一个关系 怎样的认识 曾经是你的同事同学 或者是你们曾经是很久以前有过关系 也许不认识 也合理 最主要的能量是你们早就已经认识了哦 所以啊 你们的之间是曾经就是断联过 就是分开了很久 一定会有这种断联的能量 不论是吵架 或者是封锁 或者是消失 这个人无影无踪 他将是会跟你重新做一个连结哦 遇到这样子的能量 应该很多人要观视频 应该下面会有很多留言说 又是前任 又是那个王八蛋前任吗 我等一下会抽牌 说是不是你所想的那一个人 yes or no 额外送你们一张 好不好 所以啊 他的走出情伤 是人家这个伤是你给的 是不是 所以小心 前任的一个回归 难怪刚才有说 我这个神话那么的浪漫 想要一个安全感的人 结果勾引了一个真的是 你把他踩死了 他变成红蜻蜓 要回来找你 你看红色的 所以你们两个 你们是不是 在前任的是 你们才是把前任受伤的人吧 可是他想要跟你重修就好哦 所以死神牌代表是 任何形式的一种极端的恐惧 也就是代表你曾经 让他的肉体产生于死亡 精神受过于一个挫害 可是他今天想要跟你怎样 破镜重院重修就好 萌芽心的爱情赢得你的芳心啊 因为为什么 他回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已经习惯跟你之间的相爱跟相处 所以他对于别人没有办法适应 他对于你来说 我们说安全跟保护 也就代表他在你身上得到的是一种安全跟保护 所以他想要来找你 疗愈大师 我就说吧 抽到这组牌的人 就跟我一样 就是又要来那个填补宇宙黑洞了 好吧 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心情会变好 然后甚至会变得比较开阔 那他今天再回来找你的时候 他是主观还是开放性的 这一边是旧友的模式的解体 所以他跟你回来 他会是一个新的能量的人 所以你要给他有一点点的机会 他是脱胎换骨的人 相对于也有可能 他以前曾经呢 在一个很低谷的时候 可是他希望可以从你这边得到一个 一个越境好不好 也就代表他现在已经 想要逃脱曾经的沮丧 然后跟那个疲惫 他透过于想要跟你在一起 可以得到一些爱的力量 好啦 无奈耶 烦耶 钱任可以不要来找我吗 我觉得好烦哦 看到这一个影片 如果你们钱任来找你们 就把这影片给他 然后跟他说我选异 然后就要来听听看 他这一个红蜻蜓的是恶魔吧 不是天使吧 可是好处是他想要跟你从修就好 甚至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 伤心的能量能拔除 所以终究有没有 他是会送花来给你 然后我常常说圣杯 其实是一个白马王子 所以白马王子要回来 我大概都知道 我身边有哪个几个王八蛋 想要来烦我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一下你们特别例外 是你所想的那个人吗 然后这个大天使生育卡 就是直接说yes or no 然后顺便给你们一些心理上的一个补给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是不是你所心里面想的那一个天任 我们来看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自己去套路啦 到底是谁呢 因为通常我这样讲 应该已经有眉目了吧 就是我连星座都已经讲了 跟外表已经讲了 看一下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你所想的 诶 不出来那我就自己抽 就你 好 三周之后一个月以内 这一个人就会来找你恋爱 好就是三周之后一个月以内 然后呢 请你好好的等待 然后甚至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人 你只要向老天爷祈求 他将会完成你的愿望 好那你要小心喔 这一个人来找你的话 相对于你会睡不好睡不着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健康 好不好 在不久的将来呢 是不是你所想的那一个人 你可以咨询一下 一定会有身边的人告诉你一些答案 你明白吗 那他终究来找你的是 谈的是一场爱情喔 是一个浪漫喔 那是不是你所想的那一个人 答案是 YES 好啦 这个答案已经那么清晰了 应该没有什么好说了吧 那这种关系需要你主动吗 不用 因为你只要等待就好了 好不好 只要你等待的话 这一个人将会回来 嗯 而且他有可能已经问了你身边的所有的人 因为他终究来的是 来给予你爱情的 好好不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是你们所想的那个人喜欢 就给我一个赞 不喜欢还是要给我一个赞好吧 如果你害怕他回来 又想说他的目的 或者是你们的结果会如何呢 那记得 留言加订阅会可以获得 20分钟免费的占卜 视讯一次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的话 可以改成文字占卜两题 哦 那如果已经使用的人 还是烦恼的不宜 记得逢年过节 我会参加抽奖 然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 现实动态呢 我都会发布 记得领奖领起来哦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 恭喜你前任又回归了呢 第二组拍卡的呢 你们抽到了是蝙蝠 那我就来讲一下蝙蝠 就出来说跟你有可能遇到的人 他的特征哦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来 从一种神奇的角度来说 蝙蝠跟死亡 跟死亡 跟交流跟精神世界有关 所以你们抽到了这张牌 要告诉你的是 我今天要说的是蝙蝠 他是一种魔术 他是一种很有魔法的一种动物哦 所以你抽到了这一个人 他灵性能力很强 甚至他对于很多的事情 他像魔术式一样 都可以有办法变魔术 可是他是属于暗黑系的 所以你某种程度看他的时候 他眼神会很深邃 甚至他的外貌会有点像 不知道大家知道是蓝阵龙 知道吗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他的轮廓就会像那样 甚至金城武那样 眼睛有一个深邃的大眼睛 然后甚至轮廓是比较立体的 所以他的轮廓是深邃的哦 嗯好不好 所以呢这样的能量都会非常的强 甚至你看到他眼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是有一种忧郁 甚至带一点点的冷酷 但是就是帅的 或者是呃就是能量是一种轮廓升到美 让你觉得就是很喜欢 我来看女生是有怎样的 的条件 条件的人会像哦 女生我真的想不到 反正就是你会觉得他的轮廓 有点像混血儿的迹象 好好不好 轮廓比较深的那一种 然后眼睛大大的 然后甚至有一种零能力很强的人 将会来跟你一个恋爱哦 好好不好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蝙蝠在以前都叫性差 然后是谁的性差 当然是女巫 或者是恶魔的那种神秘的力量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蝙蝠在夜间里面 飞来飞去 所以呢蝙蝠它会有一种很直观的力量 跟清晰度 所以你会觉得这一个人相对之下 好像可以穿透你的心 跟好像都会知道大家的内心在想什么哦 好不好 所以这一个蝙蝠呢 它就相对于是来传递讯息的 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正怎样 失恋当中的话 这一个蝙蝠呢 也就是代表你未来的这一位 来跟你恋爱 它是来传递一些讯息给你的 所以也就是代表 它会在你失恋的时候出现 那有一些人就还没失恋 然后就抽这个牌 就代表 也许它以前 曾经在你失恋的时候 它有出现过的人 或者是说 你准备要失恋了 然后它出现 你知道有一些人 就是你知道 爱披腿的人 总是也是会来抽香香的牌嘛 对不对 就是给你们的信号 也就是代表要小心 你静情会失恋 那如果说你们是单身的人 就不用紧张了 就是那个 即将要来跟你恋爱的人 它会在你 曾经在你难过的时候 会陪伴 或者是你现在心里有三 它就即将要出现 所以呢 这时候我就要讲 各个国家的一个蝙蝠的魔法 在古埃及人的时候 它如果路上遇到一只死蝙蝠 当然 现在台湾很难遇到 但乡下地方还是有 这一些死蝙蝠 你要马上把它的捡起来 然后呢 等它的翅膀完全的塞干以后 然后你就 拿那个磨咖啡豆的那个鸡 有没有把它粉碎 好不好 那你只要在你家附近 撒上粉末 就可以防止 恶毒的人来害你 所以可以避小人啊 然后 挡灾挡杀 古埃及人都这么做 你可以试试看 但是要去哪里找蝙蝠 哎好残忍了 我不敢 我是属于那种 那个 蟑螂什么老鼠经过 我就会发毛的 我没有办法再去拿蝙蝠 如果你可以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 贩卖蝙蝠粉 好不好 还有呢 蝙蝠相对于之下 比较像是一个吸引财富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说 来 就是跟他有关系啦 也就代表 他的力量 他是来治愈你的 所以刚才会有那种蝙蝠粉的能量 然后帮你抵御小人 那相对于 也就代表 如果你认识这个人的话 你有事情 有心思跟他讲 他会帮你 给你很多的意见排除 属于很多很多的外来的想要害你的人 因为我说他脑袋很好 他很清晰 他有那种重吸人心的人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强烈哦 甚至我们说嘛 蝙蝠他是不是有声纳 所以也就代表他的沟通技巧很好 只要你愿意有帮助的话 你找他他们一定会给予你一个 能够找到回家的路的一个指引哦 好不好 那在古代的时候呢 在某一些力量 也就是说有人会把蝙蝠的 做成护身符 带在身上 所以当你到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也不会迷路哦 因为我们说蝙蝠的回身定位的技巧 将会有那一种魅力 然后让你本身自己 就会变成接受灵界的沟通 然后你的看到的方向是越来越明确的 好吗 所以啊 蝙蝠的力量有没有很强烈啊 所以这一个人他来的话 是要帮你剖析你的人生的一种方向 然后让你的沟通能力增强 因为他会在你的背后守护着你 帮你看 有哪些坏人想要害你 所以恭喜你啊 来找你恋爱的这一个人 还是来保你平安的呢 好不好 就是你的守护神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让你的人生是不会迷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更看一下他的特征 好我们来看 紧张了 会不会抽到恶魔牌 权杖一 他刚开始看起来呢 比较冷漠 然后看起来比较沮丧 所以你一开始没有感受到他喜欢你 所以有没有谁 感觉他不喜欢你的就是那一个人呢 然后会不会有人说 诶很多人不喜欢我 诶怎么可能 来看我频道的人 每个帅哥美女 怎么可能有人不爱你 所以记得哦 这一个人他的能量是什么 他看起来对你没有兴趣 一开始对你完全没有兴趣哦 好不好 那我再给一点点多一点点的能量他的特征 他看起来很像性能感 因为权杖一代表着性欲嘛 所以他看起来某种程度就是比较难以接近啊 感觉好像看起来会比较冷酷型啊 之类的 甚至你觉得好像跟他采取行动 你会有点浪费时间的感觉 你也一开始不喜欢他 你觉得他的魅力值没有那么的强烈 也就是代表他不是你所喜欢的那一种外表 甚至他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我们说的就是 比较颓废 然后比较不注重外貌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他的品味如何 也就代表这个人你完完全全的 你是混乱的 你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哦 甚至呢 他在爱情的表现上面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甚至你都感觉不到他喜欢你 那我们再来看 诶怎么会啊 剩钱币吧 这个人感觉 感觉好像心思都没有在你身上哦 好不好 甚至你会觉得他怎么有一点无业游民的感觉 他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什么 然后你对他的了解度非常非常的低哦 那他是一个工作狂嘛 他有可能是一个工作狂 可是不知道在瞎忙什么 所以你对他 诶你对他很不了解耶 所以 来爱你的人 那个人一眼就看透你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而且他是为了得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是为用很多的心力去得到他想要的哦 好不好 只是说哦 唉 这一个人啊 他对于你是没有承诺的 或者是他已经跟别人有一个重要的承诺哦 怎么办 这边看到的是他似乎有另外一段关系哦 所以你要小心一下哦 他可能有另外一个稳定的关系 或者是他这一个人对于你很 你想一下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说要约你 然后没有出现的那就是他了 就代表他曾经就是放鸟你啦 如果说他没有刚才我说是英子 就代表这个人曾经答应跟你要见面 然后呢展现的好像一副 哇就是我们要见面 结果他就消失 所以他常放鸟你 或者是拖延跟你见 跟你见面的时间 所以他的承诺是没有兑现的 好吗 好不好 可是你不用紧张 因为你抽到的是圣杯一 好 其实这一个人他一开始他就锁定他是喜欢你的 可是他藏在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 有一见钟情的能量非常的重 而且这一段感情是一个真爱哦 好不好 怎么办 你们都会说看起来又不喜欢我 然后还晃点我 怎么会是真爱 可是我抽到了圣杯一 就没有办法啦 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感情的开始哦 他是来跟你好好地恋爱的 好 好不好 因为他算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 所以他想要的感情比较纯粹 所以也就代表他的爱情很简单 他要的是一种真爱哦 好不好 他要的是心灵的来往 也是嘛 这么洞悉人心的人 他一定看破了很多人的手脚 所以他要的是一个丰沛的感情 然后呢 希望他对你付出 也希望你接受他的爱 当然也相对于希望你也为他付出 然后接受他内心的爱 他希望是一种和谐的情感来理解这个生命 所以如果你想要是稳定的关系的话 恭喜你 好 这一个人呢 相对于之下 他是新的人还旧的人呢 我们说圣杯一代表的是新的恋情 所以当然是新的人哦 所以这一个是你新认识的人 他不会是旧爱哦 好不好 所以来爱你的人是一个新的人 请你要好好珍惜这一个福气 甚至他对于你的爱跟关怀 会让你从心底感到喜悦 也就代表这一个人呢 他可能嗯 相对于之下 忙碌于他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其他人的事情 还没有搞好 然后对于你刚开始比较热情 可是当你深入了解的话 他将会跟你之间是一个真爱 好不好 所以这张牌是很积极的 而且他跟你最后面 他是会跟你心灵相同的 果然 就是从心灵上连结开始 这一份感情可以维持很久嘛 这一份感情看起来呢 需要很多的爱跟耐心 来一个化解哦 如果你已经想到的话 其实他在你心中已经有一点点悸动 你想一下是不是你暧昧的人呢 已经在你的身边 亲朋好友亲戚都出现了 甚至你如果说要去认识这个人身边还没有 你要透过朋友介绍 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他就会出现 那你说交友软体是不是算朋友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算是一种媒介哦 所以交友软体就叫做社交软体 我觉得他也属于在这个行列 因为社交软体认识的也是 新朋友比较多 甚至你跟他在一起 你是会充满幸福感跟一切顺意 所以这一个合乎啦 因为刚开始人末嘛 好不好 所以记得亲朋好友跟参加婚礼都会是 那参加商礼就算了好不好 所以别人不是所有的聚会都可以融入其中 乖好吗 好 这一个牌呢 看似复杂 可是其实他是在于内心的感动 所以他会真心的去感动于你 好 然后这一个人呢 他的感觉 给你的感觉 是一种邻家女孩 甚至就是那种隔壁大哥哥的那种能量 他笑起来很甜哦 甚至他相对于 如果有人是宗教信仰的人 在教会也是 或者是你的那种宗教的圣会也可以认识 像我之前看过一个 不知道是D卡还是什么的文章 就有说他拜月老的时候 结果后来他就拜拜拜拜 就在旁边那个也是拜月老男生 就跟他牵承一段姻缘 那怎么牵承我不知道 后来他男朋友就是他啦 好不好 如果说你想要感情比较快来 这边看也可以祈求于你的神灵 相对于之下呢 将会为你带来这一个人的很快的拉近哦 好不好 去跟那个你的信仰做一个许愿 他的条件将会出现哦 那当然啦 我们说这一段关系 你已经认识了嘛 是不是你所想的那一个人 我们看一下 yes or no 所以你所想一下 是你这一个人吗 因为 这一个关系是一个新的关系 当然有少部分的20%的人 是原本的关系进入到新的阶段 那到底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呢 我这边感觉是 已经可能偏认识的几率蛮大的 因为这个感觉是你们有先前面冷淡 好不好 但是呢答案是no 所以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一个人 也不是 不是那一种 你已经所认识的那 所以不是你想的那一个人哦 那我一样还会继续抽 再给你一些机会 就是现在是你新认识的人 来 要重新思考的人哦 所以你再想一下 是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人 或是新的人呢 如果是想的是换人 或者是新的人 将会在后面哦 这边看到了 爱你的人呢 然后从现在开始的一年 都是有机会 那是很多人是不是 let go 放下 嗯 也就是代表现在还不是 你所想的那一个人 我要抽到yes 才是你想的那一个人 诶还是no诶 怎样 都不是你们想的那一个人 会不会就是完完全全 是一个完全新的人 现在都已经三张no了 所以就代表会不会到时候呢 你们想的那个就是一个新人 就是出现yes 还有呢 还是有人还有很多选项 需要再更清楚的沟通 所以就代表我这边看到的能量 是你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认识哦 是一个完全新的人 新的能量 所以你们要尽快的 赶快的再去做一个认识跟衔接 好不好 吼 好不好 这边就看起来 你们不要日识夜良的想破头 看来宇宙应该要说的是 就不是这一个人 最后一张 到底是不是这一个人 诶 镜头都歪了 刚不小心把镜头打歪了 所以是连宇宙都要说是一个no吗 我想一下我等一下后置怎么解修片 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是不是你想的呢 答案是yes哦 所以如果你想的是新的人 我觉得是新的人的几率很大 我想都已经三四张了 我想应该 应该已经想破头了吧 所以他其实将是一个新认识的人哦 所以你们赶快呢去认识吧 参加别人的聚会 透过亲朋好友的介绍 这一个真爱即将来临哦 好啦 那你说要主动吗 当然是去主动的参加聚会 主动的打开APP了 那喜欢我的占卜 记得给我一个赞 那如果这些牌 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或是你想要更 detail 而知道更多的事情的话 那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哦 那如果说呢 你们已经使用了 或是不方便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的现实动态呢 我都会有逢年过节 会有一个抽奖 那当然啦 平时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爱情的功率 跟聊天的技巧 可以follow起来 可以自己去对路 然后跟去看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第三组牌卡的人呢 你抽到的是黑面羊哦 不要小看这个黑面羊 你知道它非常非常的贵吗 它一只在全世界 它叫做世界上最可爱的羊 脸黑黑分不清楚五官 但是一只要价好几十万哦 黑面羊呢 它来自于就是瑞士的山区 它有一个绒毛毛的白色的卷毛 所以你选到的未来来爱你的人 它是一个可爱的人 可是它的五官不是很立体 所以是圆圆的面包脸啊 然后 诶我怎么讲面包脸 不是 反正总而言之 它的脸就是五官圆圆的 然后很可爱 它的个性是一种黑白分明 甚至它是很很温讯的 你看到它就觉得它超萌的样子 好可爱哦 好不好 可是呢 你仔细看就会觉得 诶它五官怎么好像不太清楚 好不好 所以呢 就代表你对于这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呢 你觉得它的五官是模糊 甚至在回想 你只是觉得嗯 这个人好像很可爱 但它的五官脸是模糊 好 香香看很多人 其实常常都觉得它脸是糊的 因为我 我有一种 我有一种精于脑 都健忘症很严重 像我只要 只要离开了我所熟悉的环境 可能我出了公司啊 方圆百里以后 我就认不得我的同事是谁了 然后我甚至 我的故事是我以前很小的时候 我就 因为我常转学 我家庭的关系 我转学了以后 然后我就去别的有一个夜市逛 我那时候转学到 到 忘记我转到哪了 反正我就去一个地方的夜市 后来我的那个 是我以前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好朋友 好闺蜜同学 她在那边跟我一直嗨嗨嗨 说你是不是忘记我了 我还真的忘记她是谁 然后我说啊我先逛街 然后我逛街整路一直跟我妹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后来我就终于想起来 可是我被她试破了 因为我忘记她长怎样 所以只要跟我就是出了同一个礼物 我就记不得她是谁了 所以呢这一个 所以你们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样 有金女妖的种 脑雾是不是 然后这一个人呢 你就是对她的五官记不太清楚 可是你就记得她可爱啦 所以就是代表 你对她的印象不是很深 可是她就是给人家的感觉 温馴啊 可爱啊 的能量很强哦 所以来爱你的人有这种迹象 那我们再跟Ticktail的话 看一下她来爱你 她是怎样的能量 让你们去对录一下 嗯 所以呢 希望有人留言跟我一样是脑雾型的 好不好 家人朋友 所以呢 她给你的感觉 会是那种家人朋友 甚至她是一个很nice的人 她会有一群朋友的人 在一起玩 因为我们说绵羊是群体动物 所以相对于来 你抽到的是一个全杖士哦 所以她是非常爱家的人 如果你喜欢爱家的话 你就会很喜欢她 甚至她常常跟朋友出去玩 出去相处 她喜欢跟着 她喜欢群聚的力量 甚至她觉得跟朋友一定会有在一起的能量 是很开心的 那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她想要的是把你融入她的世界 所以也把你融入她的世界的话 才是那个真正要爱你的人哦 然后她也想融入你的家庭 因为她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去跟人家来往的 那相对于之下呢 这样的人呢 我们说四根全杖 所以她是一个比较成熟性的感情 可是她内心代表的是一种热情 然后有人要小心 这一个人也有可能 她离过婚 然后是有小孩子的能量 或者是她们是一个大家庭哦 她们家随时都在开趴 她随时都在跟朋友聚会 她给人家感情是一种很稳定很稳定的力量哦 因为不论如何呢 这一个人呢 就是有那一种 就是想要结婚的迹象 所以如果说你们在婚礼的情况下 就是去参加婚礼聚会 或者是家庭聚会有可能出现 那当然呢 是同学朋友的几率也非常大 所以呢 这一个人呢 相对于你已经认识了 甚至呢 是你身边的朋友哦 所以蛮简单 她甚至是一种热情啊 甚至活泼 但她要的关系是很稳固的 好吗 好 这个出现的话代表 你已经很认识这一个人 甚至你们的感情是很稳定很稳定的哦 哎呀怎么是你为 哎 钱币吧 她有一个正当的工作 很正常啦 总而言之 她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所以来爱你的人是你身边的人哦 工作啊 同事啊 同学啊 都是在这一个选项里面哦 所以你已经认识了啊 那你等一下看一下说 是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人 我按yes or no 然后就看宇宙可以 看你选到哪一个才是哦 她是一个很努力在工作的人 甚至她有一点点工作狂 她非常的脚踏实地 而且也非常积极勤奋哦 那我觉得也追了你 应该有机会已经蛮久了 她在你身边埋伏很久了 还在努力的往上爬哦 积极进取 而且做事有条有理 那我们就要说啦 图像星座的人啊 摩羯啊 金牛啊 都会在你里面 那还有一个星座呢 她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工作 就是天蝎座啦 好不好 就是这几个能量的人 是对于 工作是比较像工作狂 那有一些例外的能量 少量少量的 獅子座跟牧羊座也是有工作狂 那其他星座不好意思 可能就没有你们的份啊 好不好 哈哈 好啦她是一个很 很愿意累积财富的人 所以她很喜欢赚钱 所以她的能量就是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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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工作狂的人 那相对于之下 她已经跟你之间有一个深刻的承诺了哦 所以她是应该是已经是你身边 早就在追求于你的人哦 好不好 所以这一段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她还有什么特征 她已经是你认识的人啦 而且她已经很喜欢你 生被死欸 早到我就选这个 我永远都选到一些烂牌 很羡慕你很欸 这一个人是很表明的喜欢你 甚至我就说 他要跟你是一个结婚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哦 所以那一个来爱你的人 不需要你主动啊 他虽然他已经沉浮在你旁边 而且对你表明心意了 就看你要不要接受啊 欸很幸福欸 这一个人很喜欢你欸 我觉得这一个很适合当的家人欸 而且他又说要融入你的生活 他也代表他积极的努力 想要融入你的生活 他是真心爱你 而且他内心平和情绪很好 怎样是外表你不喜欢是不是 因为他的脸是模糊的 所以就代表有一个人真心的喜欢你 但你记不住他的长相 就是这一个人了 好不好 他是真心爱你 而且爱你 他会让你心情愉悦哦 他会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跟工作场合 他是以一个幸福为前提 实实在在的要跟你做一个 联系融合 所以呢 家庭社团任何的一个自信好友 你身边的人 他已经出现 甚至已经成为你 背后支持你的力量很久了 你其实并不孤单的啊 所以下一个来跟你谈恋爱的人 就已经是你旁边追求者 请你从旁边挑一个 或是你身边默默守护你 然后非常工作旁边 已经浓入你生活的那一个人才是哦 好不好 你们感情是互相信任 而且加上信任也产生很大的安全感 给予双方很大的弹性跟成长哦 诶怎么那么棒啊 为什么我不是选这个 好吧 我就是喜欢一些奇怪的 没办法 这就是人生 恭喜与你们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已经在你身边了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哦 好不好 然后跟你需要主动啊 我这一边看 是不是已经认识 一定是认识了啦 好不好 那不用想那一个人啦 就说这种关心 你要不要主动 如果说你 你如果是想的问题是说 是不是我所想的那个人 那你就自己看yes or no 然后排会出来 那我这一边看的是 你是否需要主动 你们自己套路二选一 正向的力量 好 然后需要怎样 原谅的人 怎样你们有开 不过不开心吗 一周内 你们将会确认 这一个人是谁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 来我要 让大家也看到 我现在要把牌卡 排得好好的 将上后置字幕 就不会挡到牌 会有一个很很大的快乐的改变哦 只要你等待 所以你是不需要去主动的 然后还没有 好不好 不是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哦 你还是需要跟这个人再次的沟通 这个人才会出现 好不好 这个状况将会改善 也就是代表 我觉得这一个人不是你 喜欢的类型 可是如果你愿意跟他好好的 沟通的话 他的外貌上 将会 将会有一个改变哦 好不好 所以这一个是tag action 也就代表 这一段关系 你必须要一个主动 所以抽到这里的话 如果你已经有想了很多人 那到这一个tag action 出现的时候 才是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哦 好不好 我今天应该不会太深奥吧 反正你都抽到身被死了 没有什么好 好纠结 看我频道的人都很聪明 很有脑袋 那如果你没办法理解 那你就留言好了 好吗 如果这一排还没办法解决 你的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哦 如果已经使用了 或者是你想要改成文字的话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的现实动态呢 将会有 不定时的逢年过节 都有一些抽奖活动 张张有 有奖就怕你们不领取起来了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 拜拜